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麒麟 马上带您来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部星航空解散 国产中保业外直线 政府推绿能产业 明前表示做亚洲典范 景气回温10月失业率降却3.95% 日月光赠中原太阳能板 一年省下6万度点 来关心台股 收获于美股周一全面大涨 来看到今天亚洲股市开盘也同享欢庆 台股早盘开高一路震荡走高 最高来到9141点 正式收复月线9111点 最高上涨百点 好 而今天台股大涨有主要两个原因 首先是美国三大指数都创历史新高 激励台股反应 其次是普丁昨天的谈话 请示下周三将登场的OPEC会议减产协议 渴望通过 使美国能源股率先大涨 带动台湾有电极塑化橡胶相关类股 也强势反弹 再来看到新台币汇率早盘受惠众多利多激励 呈现开高走高格局 中午占以31.879元 对1美元禁阳1.21角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能源股等大宗商品类股上涨 脸书带动科技族群上攻 激励美国股市三大指数 21号收盘写下史上最高纪录 延续美国总统大选后的多头气势 罗素2000指数收盘也改写历史新高 这是四大指数 1999年12月31号以来 首度同日收盘都创新高 三星LongSense手机爆炸效应持续延烧 在中国市占跌出前五名 陆美报道 三星将在中国裁撤20%的人力 人数将达千元 三星内部员工透露 12月起将开始裁员 而第一个将裁掉华中部门 其他支社也可能将有重大变动 击败Uber抢先推出自驾计程车计划的新创公司 Nutronomy 周一宣布与波士顿市和麻州政府签约 将于年底在波士顿道路上测试无人驾驶的自驾车 外电报道 鸿海集团船在发动收购 外船将借重战略投资的夏浦 入主法国高级音响制造商利瓦雷 不足音讯这块平图 除了完备只会家庭布局 已被市场解读为夏浦社长戴正吴 要扩大夏浦家电的附加价值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力报道 扣漫冲击 微航亏损 不航元气大声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休息一下产业进口 我们马上回来 安全舒适省钱又环保 扇腾热泵热水器 业界唯一连续经过两年 零下31.6度C酷寒考验 纯顶级CO2热泵热水器 无需电热棒加热 为您省最多的钱 拥有全亚洲最具经验的 CO2系统设计安装 及专业客制化服务团队 商业应用广泛 节能最高可达75% 扇腾热泵热水器 是您企业Costdown的最佳利器 灰风企业杀光机 专业制造翘楚 以三高技术傲视业界 欧影患生产服务 除自有品牌 还可协助客户OEM ODM 因应不同需求 客制化设计 专利故障显示器 可立即显示位置 快速排除故障 产品行销欧美 欧亚等地 灰风出品 客户有信心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蜥蜂行长丹金伦 蜥蜂有十三村 村村有特色 处处有美景 我们有最漂亮的柳鱼 我们有很好吃的旧造文化村 还有我们在海拔赏日出 看云海的金龙山 加上我们的産业非常豐富 尤其是我们柳鱼公帝 文明全世界 还有我们的香菇 蓝花 柳鱼咖啤 可以说物产丰富 欢迎大家来蜥蜂出品 欢迎回来 国内第三大航空公司 威航亏损不断 如今传出财务困境 决意解散公司 退出台湾航空市场 引发各界强力关注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刚好是明天定复兴的话 那它停飞 那我怎么办 要自己去后补 基本等待搭机的民众 难眼惊讶 因为老字号的复兴航空公司 惊传挺飞消息 柜台前 员工依旧坚守岗位 却明显透露不安 复兴航空成立于1951年 是台湾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 1983年 由国产实业集团接手改组 主要经营国内两岸 以及区域国际航线 也是国内第三大的 民营航空业者 主要持股成员 国产集团持股40.25% 此外 大股东为中保集团 以及中华开发 李明生担任现任董事长 2014年 复兴航空成立威航 抢工廉价航空市场 但因为在客率不如预期 亏损高达10亿元 几乎烧掉一半资本额 决定威航停业一年 与复兴航空合并 此外 2014年 2015年 连两年 复兴航空发生重大空难 引运雪上加霜 如今 复兴航空公司 确认无预警停飞一天 传出是与财务困境有关 而第三季为止 复兴航空总负债金额 170.67亿元 总资产为228亿 今年前三季亏损22.17亿元 每股亏损3.42元 一季不好 或者是逢年过节 但变成大牌场 这已经是金门的通促 所以如果说对停航 那更糟糕 所以我认为 政府应该出面拒绝 加减也是会一点 因为它如果停的话 就等于说又少了一家了 复兴航空营运状况未见起色 载客率偏低 民众就担心 扮演台湾金门间 重要交通输运的副航 停业后让往来更不方便 未来是否继续停飞 不得而知 新台记事综合报道 带你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 苹果放弃获利有限的 具体开发市场 解散路由器部门 金融时报 三大高风险银行 会要求提高储备基金 花旗与业其中 华尔街日报 沙国石油业积极转型 全力拓展石化业市场 日本经济新闻 日俄各投资一半 创意千亿日元金金 主要投资医疗及公司开发 广告过后 带您看到台湾国际输活站 串联精致农业行销国际的好协力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Mercu can meet all your needs 台湾唯一国家级农业生物科技园区 六大产业群聚 优良的投资环境 满足您的投资需求 提供便捷服务 拓展全球行销 邀请您的企业进驻园区 电话886-8762-3205 请上网搜寻农科园区 欢迎回来 全台湾首届以蔬果精致农业为主题的台湾国际蔬果展 11月中旬在高雄展览馆盛大举行 连续三天吸引将近4000人次参观 国际买家称赞 规划的六大展区 看见台湾农业科技的优势 我们今天的产业直观 台湾国际蔬果展 11月10日在高雄展览馆盛大登场 这也是全台首届以蔬果精致农业为主题 串联整合农业上中下有产业链的国际展览 超过10国183家厂商参展 及90厂采购媒合会 商机五线 让台湾的技术 农业的这么棒的一个农业技术 能够在世界各国的与会人士当中去展现出来 很高兴在南部这边也有这样子的展出 我想这个间接都会带动整个 不管是台湾的农业 能够大家在通路的销售 或者是国外的买主 都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我们是以蔬果为主题 但是我们利用蔬果 然后来彰显我们台湾在前端的种子种苗的研发的技术 然后再带入这些农业的这个资材跟农业的设施 这一方面的这个出口产值是不可预估的 展场规划以农业加持为主轴 分为六大展区 生鲜蔬果 使用花卉与香草 添果与坚果提加工制品 栽培技术与设备 产业服务和加工设备 超过2000项相关产品及设备 I feel good because I saw almost all I needed and the vision is fantastic Well organized and I'm impressed We find this show is very interesting Full with the technology And I'm so much impressed with a lot of agriculture innovations in term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Congratulations to all of you here 随着全球对食品安全意识抬头 台湾业者积极研发部喷洒农药等相关技术 有30多年生产塑胶原料为基础的优托 研发无农药有机栽培胶膜 温饱膜 获得多国专利 大白菜 还有花椰菜 还有芥菜 还有一些小白菜 因为这是农药使用量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们先从最困难的蔬菜开始种 我们这个农法是从种子开始到育苗 然后一直到生长收成 完全不使用农药 所以说这个农药是零检出的 24小时不间断的去活化我们的土壤 所以它土壤它其实是24小时不断的在活化 但是我们因为不用农药化 仅仅是用非常少量的这些天然资材 跟我们一些有益菌跟微量元素 直接进到地底下去 让地底下变成一个微生物多样性的环境 种植株菜从种子到收成 台湾一年约使用6000万吨的农药 有鉴于此 台湾仿生科技 结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及人体运作机制 并用在农耕上 让土地使用及种植方式 更贴近自然循环运作 从源头做起 农产品供应链结合绿能 物联网与现代化农云业科技 建构安全农业 未来台湾农产品产值 预估水果产业 将以年复合成长率8.7%加速成长 其中以亚太市场需求最为旺盛 预计2017年 全球水果产业规模达6929亿美元 如何让农作物再提化 降低食物里程 也是农业发展的重点 推一个理念就是说在地食材 我们不用去进口国外的生菜进来 其实台湾我们就自己可以 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所以我相信这个如果普及的话 再对台湾整个农业的发展 甚至说对环保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台湾的优势是在于说 我们有这个农业科技人才 对于植物的生长 我们的不管是国家的这个 这些试验所农产试验所 他们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尽量的改良品种 改良品种优化品种 高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我们把它打开 那我们也利用这个平台呢 很容易的就把周边的东协 国家的市场的这些买家 或者是政府相关的单位 能够飞进来 然后大家借力使力 在这个平台上面 可以创造更多的商机 农委会也筹组台湾旗舰馆 大规模展示农事所 及其大农改场所 预成的各式蔬果种苗 和先端农业技术 各地方政府也展现当地蔬果特色 借由蔬果展 行销台湾农产优势 带您看到明天 11月23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台湾国际工具金展 2016TCSA台湾企业勇士奖颁奖典礼 富邦经法说会 运品国际酒店上市挂牌典礼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祈林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